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不讲美妆 讲一些我近期爱用的个户的一些产品 在这里介绍给姑娘们 希望对姑娘们也有所帮助 好,有吃的,有喝的 大部分都是用的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 其实也没有很多了 首先呢,我们就想讲一个头发护理的 就是这么一个牌子叫做High Bar 他们家所有的产品呢 全是做成这种肥皂形状的 就是这种水滴形状的 是在Whole Foods就买到的 他们家有做这个shampoo 有做conditioner 然后有不同系列的 我买的呢,就是它的solid conditioner 是moisturizer这个系列的 然后是蓝色的这个 然后这个我很喜欢 他们家首先这个做产品的理念呢 就是不用塑料 就是所以就没有那种塑料瓶子呀 塑料盒子什么之类的 包括它这个包装盒都是纸质的 好,就是这样子 然后打开这个盒子之后呢 里面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 像那个肥皂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产品吧 但是它是做这种水滴状的 就是刚买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小 我已经用了快一个月了 它用的真的非常的慢 然后一个月了大概也就是 削尖了一点点吧 我觉得这一块至少能用上个三四个月 没有问题啊 我非常喜欢 首先它使用非常的方便 它不是那种传统的conditioner 你挤到手心上 然后揉搓到头上 然后一会儿洗水冲掉 它就是这种像肥皂一样 你洗完那个shampoo 洗完头发之后呢 你就把它这么揉在头发丝上 然后大概这么捋上四五回呢 像我是短头发 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弄匀吧 然后就用这个面 然后这样拿着 捋上那么三次馅呢 头发就开始变得很柔顺了 你就感觉有产品在滋养在你头发上了 然后就稍微这么按摩一下 放到一边就好了 所以它用量首先非常的省 再一个用出来也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的这个洗澡间里 没有什么肥皂盒呀 或者是什么像我这样小碗一样盛着呢 你就放在那个灶台上也可以 它下面呢也不会就是溶掉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是非常坚固的那种造机的这种结构 还有就是洗完了头发之后 真的非常的柔顺顺滑 我觉得比普通的conditioner 好像感觉都还更顺滑一点 这是我感觉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产品呢 既有一点创新 没有塑料的添加 再一个就是没有塑料的添加 或者是包装 再一个就是还产品真的很好用 而且也不贵 这么一个bar我记得好像是十几块钱吧 在whofus买的 真的可以用非常久 所以我在这里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这个产品本身呢就是讲环保的那些 所以如果很注重环保的姑娘们呢 又同时追求这个 就是产品好用的姑娘们 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推荐这个产品呢 而且价格也不贵 挺好的 好 这就是第一个洗头发的 接下来呢 我们讲 经济护理的产品 就是这么一个牌子 叫做Riol R-A-E-L Riol 他们家的这个Tampon Tampon是这个 对 他们这个Tampon我非常的喜欢 这个棉棒呢 其实我觉得在美国生活的姑娘 大部分用的就是那么一两个牌子 在药妆店里能买到的 就是传统的这么一两个牌子 感觉这个棉条的 卫生棉条的这个市场 就是就被那么一两个牌子垄断着 所以一直也没有用过什么 其他的牌子这么多年了 从卫生巾换到了卫生棉条 就一直都是用 在用那些在超市里买到的 有时候打折呢 就囤很多 然后不打折呢 有时候需要了也就买了 但是这些卫生棉条呢 大部分在生产过程中 有很多的什么鲜呀 有bleaching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你像这个东西是放到 就是这个阴道内部的 所以它所有的成分 其实都是会扩散到 你的子宫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尽量的 用organic的越来 就是越organic越好吧 所以这个牌子呢 我做了一点研究 就是哪一些有机的 卫生棉条的品牌 最后就觉得这个牌子还不错 Rio首先它的这个产品 还蛮丰厚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size 像这盒是regular 它还有super 还有slim 反正就是基本上 棉条的各种的size 它是都有了 然后独立包装的 出门袋也方便 还有就是 它真的就是 所有的是100% organic cotton core 就是里面不含有 任何其他的杂质 还有在它的生产过程中呢 它没有添加各种bleaching啊 还有其他重金属的成分 所以感觉用起来 是非常的安全放心的 可能就是 用卫生棉条这么多年了吧 一直都没有想到这些 就是最近 开始比较在意这些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现 还是挺好的 而且它真的就是 非常好用的卫生棉条 不是说什么有机的呀 organic呀 然后它就不好用了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它那个 就是包装壳 就是那种 也是很容易滑 很容易塞进去 和取出来那种塑料的材质 所以也不是那种什么 有一些传统的 有机的卫生棉条 它是那种 纸壳的材质 那种是我是不能用的 就是怎么 怎么塞 怎么塞也塞不进去 姑娘懂我的意思啊 就是很难用 那种感觉很生涩 但这种比较 顺滑的塑料的材质 我觉得就还蛮好的 所以用了大概有那么两三个月了吧 这个卫生棉条 我是非常喜欢的 它不同的size 然后规格也不一样 而且也不贵 跟传统的 药妆店的 pharmacy的那种卫生棉条 就是传统的牌子 价格其实差不多 而且这个牌子呢 它经常的打折 所以我觉得可以趁打折的时候 多囤一点 我们家就大大小小囤了二十几盒 这种觉得可以够用上个一两年的样子了 所以这个 Rio这个牌子的卫生棉条 我非常推荐给大家 纯有机的成分 好 另外一个Rio家的产品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 panty liner 就是护垫 这个护垫呢 我也很喜欢 首先也是价格不是特别高 再一个它这个护垫呢 我觉得不给姑娘们拆开看了 有一点 有点不太牙在视频上 但是 想跟姑娘们说 它这个 护垫是比较厚实的那种 不是那种非常非常薄的 我们在超市里买那种叫什么 always呀 那种牌子 我觉得它那个护垫是非常的薄的 这个它的护垫的大小呢 是跟普通的大小是一样的 但是它是比较厚实 但也没有厚到 就是像 pad那种厚实 所以 我就觉得 那个 不管是厚度也好 还有size也好 就刚刚好 在流量比较少的时候 用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这个卫生的 这个 panty liner 我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它们家所有的这些产品 都不贵 所以我就觉得 从价格上 也是可以接受的 它里面也是 百分之百的有机棉 然后在它的生产过程中呢 是不添加 fragrance chlorine pepsis dye 就是所有的人工的那些化学药剂啊 香精啊 然后leaching的一些harsh chemicals都是没有的 所以这也是用起来比较安全放心的 一个panty liner 好 最后一个real家的这个牌子的产品呢 就是这个heating patch 嗯 就怎么说 就是你在精细的时候 或者有的时候 你觉得肚子这儿有一点凉的话呢 都是可以用这个heating patch的 它是小小的一个 它不大啊 然后你看它基本上画的size就是这样子 你把它贴到你的这个内裤上 然后就会发热的那一面呢 会敷在你的小肚子上 我是非常喜欢用的在精细的时候 因为首先呢 它加热的这个持续时间很长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嗯 敷上一片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 这个六七点钟呢 至少就是七八个小时过去了 把它睡一晚上 它的这个热度都还是在的 还有就是它没有那种特别奇怪的香味 我知道很多日系的那种 那种heating patch 就是有一点香味的什么薰衣草味啊 什么柠檬味啊 它这个是没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味道的 就是很天然有机的感觉 所以在精细的时候 尤其是前两天 精细比较难受的时候 敷它是非常舒服的 还有就是你平时觉得 嗯 就是子宫这儿比较寒的话 就经常贴一下也挺好的 而且它也不是只集中在这个小肚子这儿可以用 其实你如果腰上呀背上呀 哪儿的需要就是热一下 用这个heating patch的话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它其实还是蛮方便的一个产品 嗯 我在这里也是推荐给大家 也是REO这个牌子的 它们家的牌子呢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一点 首先是有机啊 就是这种凡是放到体内的产品 就是比较追求有机环保 没有这个harsh chemical 这个是比较好 再一个就是价格的确还是比较 实在的 不是那种一味的追求有机 然后非常小众又非常贵的那种牌子 所以这也是我比较欣赏的一点 尤其又经常打个什么七五折呀 七折呀 八五折之类的 所以大家可以趁打着的时候多囤一点 好 这就是今期的时候我们各户的产品 最后讲两个吃的吧 首先全部都是supplement 首先就是一个叫做bloodbuilder 我吃的这个牌子呢 叫做mega food 这个牌子 其实也不一定是这个牌子 但是我就是听朋友推荐呢 我就吃了这个牌子 mega food这个牌子 叫做bloodbuilder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就是什么贫血之类的症状 我一直就是身体还蛮健康的 然后也是有运动啊 然后尽管有时候工作强度比较大 或者经常出差跑来跑去的 会觉得压力很大 但是没有觉得会有贫血 但是最近可能因为的确是压力太大的 造成了身体的一些荷尔蒙方面的变化 我就出现了缺铁性贫血的状况 然后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是 就是缺铁性贫血 就是觉得怎么总是晕晕的 很容易就晕倒 有一天就是忽然就晕倒在地上了 很可怕 还有就是比如说早上醒来 就是一坐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怎么这个神志不太清楚 还有就是洗澡的时候啊 就是洗澡是站在浴缸里嘛 然后洗澡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一弯腰啊 什么之类的 就会觉得就是有点晕眩 就是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就有一点担心 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这个 Blood Builder 它里面就是非常有机的 全部都是beets, oranges, and broccoli 就是这种成分天然提取的一种铁的 supplement 它里面大部分的成分含量呢 就是维C 还有这个folic acid 然后还有维他命B12 再一个就是铁 铁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之前不知道自己是有缺铁的 或者是缺铁性贫血这样的症状 但是自从吃了它之后 我觉得吃了两天之后就明显有效了 首先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了 有的时候就是工作一天下来之后呢 身体会非常的疲惫 其实你什么都不干 就坐在那里想睡觉 或者是眼皮就睁不开了那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我那样的情况是有所改善的 再一个就是对我比较容易晕 头晕,晕炫 这个状况是改变的非常非常见效的 吃了两天之后就明显见效 还有一个它比较好的一点呢 就是你每天吃一片就够了 不要多吃啊 再一个就是你不用随饭吃 就是你空腹也是可以吃的 所以即使你像我一样 有一点饮食不太规律 比如说早饭经常就不吃 或者中饭有时候也是skip掉 要开什么电话会之类的 所以即使你的饮食的作息 没有特别规律的话呢 吃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不用根据你的这个diet来 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非常好的 又是非常天然有机的这种 纯从食物里提取出来的 补卫生素B12和铁的这么一个产品 它是叫做blood builder 但是可能就是给你首先是补铁 但是其二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缺铁性贫血的话 这个是对你补血补气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所以在这里也是强烈推荐给姑娘们吧 如果你有吃其他的牌子呢 其实也没有必要买这个牌子 只不过我是吃的这个牌子而已 好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也是最后一个给姑娘们推荐的产品了 就是一个通肠变的一个产品 就是有的时候吃的可能不是特别健康 或者是蔬菜什么或者纤维吃少了 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天气的变化 或者是身体的变化 你就有一点便秘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产品是很好的 它叫做这牌子叫做the beauty chef 然后是它叫做glow这一盒 叫做inner beauty essential 它就很多superfood里面提取的一些物质吧 然后有很多益生菌还有一生元 混合在这里面 它是叫做dietary supplement 就是可以在跟着饭一起吃的 但是如果你是不跟饭一起吃呢 也是可以的 它的用量基本上就是一个teaspoon 大概是5克的样子 你看它里面是一种powder 然后取出来之后混到200cc的水里面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严格 基本上就是挖一勺冲到水里边喝了 它首先呢是非常天然的 其实都不是一种药片性质的 就是纯植物提取的 再一个它里面这种一生菌一生元呢 我觉得它真的还挺有用的 我喝了一次之后 第二天就明显感觉到肠道非常的畅通 还有就是它非常的好喝 这个也是难得口贵的一点啊 很多这种powder要不就是没有味道 要不就是很难喝的那种青草味 你要混上蜂蜜啊 什么之类的那样喝 我喝那些其实也是断断续续喝过一些 没有一样是能让我坚持下来的 而且都是特别大罐的对吧 也是很难坚持 但这个呢真的就是 首先它小小一罐吧 就感觉负担不是很大 再一个就是它真的很好喝 里面有非常清香的那梅子的香味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berry的提取物 然后好喝容易坚持 同时又非常有效的 可以给你疏通肠道这样的作用 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近期很喜欢喝这个 而且它是开封之后呢 要放在冰箱里保存的 因为它里面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这一点也是蛮好的 非常天然的一个疏通肠道的产品 好 那这就是最后一个产品了 各户的一些产品 就给姑娘们推荐这些 如果姑娘们有其他的 个人平时生活中呢 喜欢用到的 吃的喝的 或者用到的一些好的产品呢 欢迎推荐给我 喜欢这些视频呢 别忘了点赞留言加关注 另外欢迎姑娘们去关注我的Instagram 会有更多的产品 主要是美妆在那里给大家放松 好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